你别关门啊 你在这我喊了 不是青梦 你跟那男的在车里面聊了那么亲密 他又无缘无故摔给你两万块钱 你这放谁呢谁不误会啊 你让我进去 然后咱俩有话好好说行吗 小语你进来 不是青梦你开门啊 咱俩当面把话说清楚 我行李箱还在里头呢 诶 青梦 你又想打我是吧 你今天已经打我两巴掌了啊 这一会左脸被你删了 跟右脸都不对称了 就是你有病吧 你把我给你的那两个块钱都给我说 人话费干嘛 那我能怎么办啊 我要不这样做你会下来接我 你知道挣钱有多不容易吗 你把那两个都给我说人话费 我得运到什么时候了 耶 看给你下的 那个是假的短信 我用虚拟号码给你发的 秦宇你又不幼稚啊 幼稚怎么了 你没听说过吗 那再成熟的男人 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 他都会幼稚的像个孩子 嘿嘿 幼稚本没有错 但你这种无理群道 自以为是的做法 真的会伤害到别人 你知道吗 哎呦 好了我知道错了 我这不是想当面给你道个歉吗 你别生气了啊 来我给你变个魔术 三二一 七七节快乐 跟我花什么意思啊 那那今天不是情人节吗 我看其他女孩子都说到花了 哪能让你熟理空人 而且你知道这道花代表着什么吗 啊代表着我对你一心一意 你就是我的唯一 金宇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不是求女了 你们已经分手两年了 回不到过去 现在只是把你当不一样 回到过去 试着帮你再怀孕 为什么我们已经… 黄色跟父母 现在不是你的身份 要当不得有就是 除了 她是什么 体育啊